电动车Electric Vehicle 简称EV是一种使用电能作为动力来源的车辆 相较于传统的内燃机车辆 电动车具有更高的能源效率和更低的环境污染 电动车的运作原理主要包括电池供电 电动机驱动和能量回收等方面 首先电动车的能源来源是电池 电池是一种能够将化学能转换为电能的装置 电动车通常使用锂离子电池或镍氢 电池等高能量密度的电池来储存电能 这些电池通常由多个电池单元组成 每个单元都包含正极负极和电解质 当电池充电时正极释放出电子 负极吸收电子电解质则通过离子传导电子 当电池放电时 这些过程反转电子从负极流向正极产生电能 其次电动车的动力来源是电动机 电动机是一种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装置 电动机通常由钉子和转子组成 钉子是固定的部分包含磁铁和线圈 转子是旋转的部分通常由永磁铁或电磁铁组成 当电流通过钉子的线圈时会产生一个磁场 这个磁场会与转子的磁场相互作用 产生一个力矩使转子旋转 这样就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驱动车辆运动 最后电动车还具有能量回收的功能 能量回收是指在制动或减速过程中 将车辆的动能转换为电能并储存在电池中 这样可以提高能源利用率延长电池的续航里程 能量回收通常通过制动能量回收系统实现 这个系统包括制动器、发电机和电池 当车辆制动时制动器会产生阻力 同时发电机也会被驱动运转 将车辆的动能转换为电能并将其储存在电池中 这样可以减少能源的浪费提高车辆的能源效率 总结来说电动车的运作原理主要包括电池供电 电动机驱动和能量回收等方面 电池作为能源来源将化学能转换为电能 并储存在电池中 电动机作为动力来源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 驱动车辆运动 能量回收则通过制动能量回收系统 将车辆的动能转换为电能并储存在电池中 这些原理的结合使得电动车具有更高的能源效率 和更低的环境污染 成为未来交通运输的重要发展方向